自串转换为数值 或者数值转换为自串 这个转换的模式大家来看一下 前面其实我们一些Sample应该都有用过 要把String 转换为byte的话 就是将参数转换为其他这几种基本资料行别的话 转换的方式你可以在每一个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是大写 大写 头都一定是大写 如果是大写的话 它是一个类别 它不是一个 资料行别 如果资料行别一定是小写 同学都 很容易把这个 搞混了 那特别注意如果说后面我想要把某个字串 它本来不是byte 那我要转换为byte的话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前提是你里面一定要能够转换byte 你不能超过byte的最大容许的 范围 否则会产生那个 arrow的exception 那这地方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用byte的这个类别 里面会有个pass passbyte的一个方法 可以帮助把他转换过来 那其他类似 你会发现有一个pass 这个short 不过特别注意 其实这边有个pass什么类别 其实 如果一般讲起来 你都可以用另外一个叫value of 我们好像在前面的 范例里面都有用到 那其实pass 后面有个资料行别的大写名称 这个方法 其实 如果一般 一般讲起来是等于value of 就是value of 它转换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物件 那pass这个不会产生物件 所以 这个方法转换过程当中 不会有一个属性跟方法 那value of 比较多 所以相对value of 它的 就是 消耗的记忆体 相对会比较多一些些 这个因为 不过基本上 如果你们现在基本用的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相同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边呢 我们把它转换 那相对的sample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相对的sample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转换的话 特别注意说 前面的话呢 假如有一个lumber 1 然后呢 后面的话你可以用一个byte的点 passbyte 那比如说我把5这个数字 这个本来是一个 这是一个字串 我要转换给他的话 你不能直接转 因为你这样的如果 如果等于 等于这样 他没有办法接受字串 没办法丢进去 因为他的资料行别要求很高 但是我前面讲过 其他语言像什么 VBA这种语言 很神奇 可以 就是他们 他那个资料行别的观念 很模糊 就是定义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这里不行 就是你这个如果是一个 自串 如果你要转 转换给前面byte儲存的话 那你就必须用一个 用这个byte的类别 这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他又没有input呢 其实非常弱 有没有 他是lag套件 所以在lag套件里面有个大的byte 是大写的byte 后面有个passbyte 你就可以把它转换过去 储存起来OK 这是第一种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强制转型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标准的转 转型的方式 就是我把自串转换给一个byte儲存 当然各位也可以练习用value of 你用执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也不会有问题 转换过程 基本上都一样 这个其实 在目前现在看起来是一样的 所以 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同学 懒得记那么多的话 反正你 全部转型都一定会有value of 也就是short 也可以有value of 所以你要改的话 你点一下 打一个v 其实也是value of 用起来基本上 暂时目前 你们遇到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所以你如果懒得记那么多的话 你可以用value of 然后这边是 Integer 如果你要强制转型的话 把这个转换给他一样 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Integer 那后面 Long Float Double 输出的话 我想最后结果 可以把它秀出来 可是 输出之后的话 这个后面的值 实际上 就不是String 也就是储存 如果是byte 就byte OK 另外 除了说 我们 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可以把 字串 转换为其他的数值 如果要把其他数值 转换为字串 那该怎么做 其实也非常简单 在 每一个 每一个 制造型别后面有个 ToString 特别说 你要ToString 他就可以把这个数值转换为 置串 这个地方 就这个方法 那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 Sample 这个Sample 就是ToString 假设我今天上面有一个 byte 这个 Mum 1 然后如果说我要把它丢给String 你不能够直接丢 为什么 你如果没有直接这样丢的话 他一定会产生错误 而这个错误的话呢 他会 这个 Eclipse 他也会 提出修正 建议 不过 你哪个 将String 类别改成byte 也不对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用String 所以你不能用第1个 那怎么样呢 把这个转换String 也不对啊 我们其实本来东西就是byte 所以这两个都不对的话 建议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边利用什么呢 利用byte 里面有个方法叫ToString 把原来的byte 转换为字串 丢给前面储存 所以1到6把它执行起来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前面呢 分别放的是byte 然后short Integer 然后long 再两个 Floge Double OK 那输出的话呢 这部分就不会 可是输出的这个部分呢 后面加的就是字串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 一个是 字串 转为数值 一个是 数值转字串的部分 稍微练习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